好,那有了刚刚这些观念之后呢 我想画图应该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去看到 例如说各州的一个浏览次数 各州的使用者 那我们继续来看 我有很多网页嘛 你们有很多网页 把那些网页调出来 好,怎么调出来呢 首先 首先我们现在 这里面是没有网页的资料 所以我要加网页的资料进来 如何加网页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不是用首页底下的取得资料 而应该是编辑查询 你们了解什么叫查询吗 首先我想请你们稍微知道 两个很重要的名词 第一个名词叫资料仓储 怎么说呢 你今天哦 你今天你就是把那个GA 它里面是不是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好,可是呢 这个就是资料仓储 可是呢 你现在是不是想要把部分资料抓出来 放在这边 这就叫资料市集 我们分析资料 我不需要把所有资料都抓下来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要分析的资料 依照目的别 依照我现在我要分析的资料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说各网页 它的浏览次数 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就应该要去 就是去资料仓座里面 再把资料叫进来 那这中间有一个过程 我是不是只要依照我的目的别 去找到我要的资料 所以这就是寻找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寻找 寻找 那这个过程首页底下编辑查询 有看到查询 查询就是寻找嘛 好,我是不是要去编辑它 就是我的市集啊 我现在资料市集 我可能还要再去扩充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 有曾经我套用与关闭的那个步骤 这是我曾经做的 我可不可以直接 例如说这边关掉 可以 以移除资料行业 可以直接关它 关它这边后面就全部都关掉了 好 那这是还原曾经做过的寻找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增加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应该要去增加我的资料吗 应该是要点选加入的项目 跑去哪了 还是用这个方式 直接点这边加入的项目 可以吗 加入的项目 然后请你在这边直接点加入的项目 然后他会说那会影响到后面 可能会影响 但因为暂时现在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好 然后接下来选什么 我先把这个部分先删掉 就是本来讲这个样子嘛 可是我现在是不是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点选这个加入的项目 管理底下是不是就会有加入项目 因为本来我们预设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网上点点这个加入的项目 好 然后加入项目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现在要去算那个各个网页 所以接下来我就点选page tracking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点选这个page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了 比如说第一阶的page 第二阶的page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2017年11月20号 然后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 然后有两个人 两个使用者来去点击了五次 那11月20号呢 这个人 他是不是点击这个网页两次 20号同一天 这个人 他点击这个网页一次 加起来这总共呢 这总共我们现在看到是四个人 对不对 可是请问这四个人 有没有可能是同样的人 有可能啊 这样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意思 那这八次的点击 有没有可能重复点到什么的网页数 有可能 比如说 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像两个人嘛 他点了五次 这个网页 那代表 代表 因为我们要把那个时间抓出来 代表说 他是不是同一个 同一天点的 那代表说 可能就是有 可能一个人点他 点一次 另外一个人点了四次 或者是一个人点两次 另外一个人点了三次 都有可能 我只是告诉你们这种情形 然后算完 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去离开 因为我已经加进去了 加进去首页 首页 这边有一个关闭并套用 刚刚是不是查询 从资料仓储 然后找我要的质量 例如说 现在我要 依照我的分析目标 所以我要加配局 加了配局 进来之后呢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 关闭我的查询 关闭 而且要不要套用 把它套用进去 我已经画好这些报表 所以在这边有一个 关闭并套用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分析 我的在这边空白的地方 点一下 我的网页 我的网页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 总共被点了几次 几次 那我可以直接勾这个hit 好 那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假设我 我呈现的方式 我改成直条图的方式 就是他就帮我去呈现说 这个网页 他被点了多少次 这个网页 他被呈现了多少次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 再点他 来去看一下 他 那个 在什么时候 然后被哪些 的使用者去点击 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 整个都联动起来了 好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去做 网页的一个分析 可以吧 好 所以请你们就是要绘画 这样子一张图 来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来 去加入资料